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在1985年的时候 也是民国74年的时候 那么当时就有土城成天禅士的广青老和尚 他要举办这个传戒大典的 不得了啦 宗教界的大事啊 那是台湾从1949年以后呢 几乎是最重要的一件 那个佛教的这个重要仪式 多少人要来受戒 2700多个人 2700多个人是什么 就把整个产典的产典全部塞爆了 都塞不进去 你知道吗 那怎么办 塞不进去怎么办 后来就改到了我们高雄六规 庙通室它的分院来办 庙通室跟我有点渊源 因为我的堂姐就在庙通室出家 所以后来就改在庙通室办 当时听说油腩车这样 整十台三四十台这样不断地过来 那没有地方住 干什么搭帐篷 大家就要来广青老和尚来受戒 那为什么要特别 因为广青老和尚 所以大家抢着来让他受戒 这个样子 那么其实跟广青老和尚 他传奇性的一生 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他在1892年出生了以后 四岁就买人去做养子就对了 后来他在二十岁的时候 出家剃渡 然后剃渡以后在中国期间 他在1933年做了一件事 露山浅修 所以找一个饭汤山洞 然后在山洞里面他总共带了 大概有一二十斤以上的米 然后就进到里面去 然后他自己希望能够经过这个浅修 像世家 像那个达摩祖师一样 不是面壁十年嘛 面壁几年 然后可以得到这个佛法 所以结果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生了一件事 有一天 那么他在里面呢 得说学习佛法的时候 外面传来了奇怪的声音 老虎的声音 还真正像是老虎 所以他也听到老虎了 然后老虎还真的在洞口 朝里面这样看 看着他这样子 看了以后照理来讲 老虎会吃人 所以老虎会吃人 所以在这种如此的情况下 他本来心里没想 老虎会不会把他给吃掉 结果没想到老虎没有把他吃掉 也就算了 还带着他太太跟小孩一起来 你知道吗 带着母老虎跟小老虎一起来 而且就浮在这个洞口 所以附近的人觉得不可思议 因为大家都想说 是呀 那个广京和尚 各位会不会被老虎咬死了 对不对 老虎来占了这个山洞等等 结果不是的 那么一家三口 三只老虎就浮在这个洞口 所以人家又称他为福虎和尚 然后又名字叫做福虎师 那么后来又发现一件事 由于什么叫做水果塞的原因 除了有老虎之外 后来老虎就离开了 然后后来紧接而来 那因为你带了十几斤的蜜 但是你在这边休闲很久 你会吃完 就没想到竟然有猴子 摘了水果 摘到洞口里面给他吃 所以你如何去解释这些事情呢 所以后来那么他就靠着吃水果 跟猴子都会摘给他吃 他自己有去摘 就变成追寇塞 所以因为这样子 辗转来到台湾了以后 广清和尚这个追寇塞 他不正在台湾红华 红华了以后奠定了 他在台湾佛教界的一个地位 所以当他要进行 授介大典的时候 就有2700多个人 就有几十辆游览车 挤破头 要让广清老和尚来 举行这个授介大典 周末晚间8点55分 等你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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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